澎湖一名当地人因为行车纠纷 惨遭观光客围殴 被害人的姐姐表示弟弟相当的孝顺 前几年才捐肝给爸爸还在修复期 却遇到这种事情 而动手游客的嚣张行径引发众怒 现在也被网红四叉猫po文指出 其中营扼煞疑似有在桃园开资产管理公司 这间公司成立的目的也再度掀起关注 澎湖当地的驾驶被观光客们 拖出来团团包围 又踢又踹 当地居民包围警局讨工道 引发社会关注 更令人痛心的是被害人相当孝顺 前几年才捐肝给爸爸还在修复期 没想到境遇上这种事 姐姐发文透露弟弟的伤势 不但有脑震荡多出外伤 肺部出血嘔吐眼睛雾雾的看不清 只问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要这样往死里打 而动手的其中一名男子 现在还被网红自插猫 PO文指出 和上个月在桃园大张旗鼓开资产管理公司的 负责人之一 疑似是同一人 先起热议后 该间资产公司一早就有巡逻远警到场 不过大门紧闭 警方也强调该间公司是合法经营 谁知道会无人处身上被打 他们现在这样子离开澎湖了 你有什么感觉啊 等候去警方解放那边吧 澎湖旅游至安问题频传 警方表示会从严侦办 还给男子家属一个公道 记得澎湖众后报道